做这个位置 或者若干缘后谁能够做这个位置都好 他的付出一定要是最多 因为他的责任是最大的 而并不是拿最多的那个人 而是贡献最多的那个人 不过无论如何你们不需要恭喜 应该恭喜的是在座的每一个人 恭喜你们 因为十岁了 李威圣是开的 那么 也有很多人把今天当作是一个欢庆的晚宴 那的确是一个欢庆的晚宴 很多人 今天来的这个心情是为了庆祝 我看只有我 一点庆祝想到庆祝的感觉都没有 为什么 因为李威圣已经不是小孩子了 十岁了 对一个企业来讲 它是一段相当长的时间 他成年了 那么当一个成年人犯错 跟一个小孩子犯错 别人看待的角度是不一样的 同意吗 对一个小孩子犯错 一个小孩子他不负责任 那么就有很多成年人就想要去教育他 就会给他很多很多的机会 如果今天一个成年人犯错了 那么 他就会被 他就必须付出很惨痛的代价 那么因为成年了 今天成年了 那么 有一定的责任 我们不可以像以往这样而行 不可以像以往这样的那种态度 我觉得从今天开始 我觉得我们应该更加的认真 应该更加的负责任 在每一个方位 在每一个方面 我们都要很负责任 那么今天 的的确确 BV做了一件非常负责任的事情 这就是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 这就是我今天要跟大家报告的 我们的成年 产品是根基 产品是一家公司的最重要的东西 产品卖不出 就在公司多了 不止多了 都是假的 所以我一直非常非常的 在乎 非常非常认真在于我们的产品 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这个产品 如果跟以往的比较起来的话 以往的的确都是不认真 当然比较的话 比较起来的话 就是说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的是比较认真 比较认真 不过我个人认为是非常认真 那么BV的产品 我相信大家都非常的清楚 大家在这边都是高手 那么叫做Pertier开盘树 那么Pertier开盘树从十年前BV一开始推出的时候 跟今天我们所拥有的是完全不一样的 我想要问大家 听听一下 谁有看过Bertier 第一代的 有没有看过 第一代的 有看过的 举手给我看一张 大概 非常非常非常的少数 今天我趁加了一个机会跟大家报告一下 过去BV的产品的改变 可能需要一些大家的一些时间 尤其是吃饭的时间 非常抱歉 那么今天我非要利用今天的时间来跟大家分享 所以耽误你们一点吃饭的时间 我知道 有的人为了这一餐早上没有吃午餐没有吃的 没有还好笑 给我大概30分钟的时间 好 那如果今天你也不知道为什么你会来到这里 因为你也饿着肚子还热 那么你现在可以搞一个 那么好了 报告一下 那么过去 我们的一些 第一代的产品 到底里面有几个成分 几个成分 大家还记得吗 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第一代的产品 看 它有六个成分 六个成分 就是我们有露胎素 我们有 幼蜂 我们有 如蜂 我们有这个 油油火 二里油火 我们有这个 灯海胶金 还有 游离具油 太久没有讲产品 好了 这是我们的第一代的产品 那么这个第一代的这个产品 我们卖了一年 我们卖了一年 卖了一年 你们知道我们卖了多少 三百万 第一年 我们卖了五千五百瓶 是不是 现在看起来是不是有点觉得 对 掌声就掌声 不要这样掌声不干净 看起来这个数字 如果是以现在的领导人的这些业绩来看的话 蛤 所以我们第一年 不容易过 第一年真的不容易过 好了 一年后 我们换了第二代 那么第二代就有一些许的进步 怎么样的进步呢 我们来看 就是在第一代呢 我们加多了两个成分 我们加了 海洋加原蛋白 我们加了 约见草油 就是 Eavening Primose 还有 Marine Collagen 一直到今天我们都还有 在第五代 那么这个产品呢 第二代呢 我们卖了 一年 我们也卖了一年 那么那一年 我们卖了多少的 博雕大盘树二呢 我们看一下 我们卖了 一万五千坪 我真的不知道你们拍手做什么 是因为它太少了 好了 这个产品两年后 两年后 我们又 推出 博雕大盘树第三代 好 那么 博雕大盘树的第三代 比较特别一点 好 现在看着我先 好 看着我 看着我先 看着我就是Q吗 不是吗 好 看着我 那第三代呢 第三代呢 是我们第一次 从我们的这个 产品里面 拿东西出来 拿成分出来 第三代的时候 而这件事一直都是 reway非常不愿意做的 所以那天我在推出第三代的时候呢 我解释了一段时间 不过我要给你们知道就是 reway如果没有更好的东西 甚至一两样东西来代替 一个 我是绝对不会把东西拿出来 好 不过第三代我们做了这个决定 你是说 政策的一些问题也好 国家的一些 卫生部的允许也好 我们 不管是什么原因都好 我们的确把东西拿出来了 好 好了 我们看 我们到底拿什么东西出来 第二代呢 我们拿出这个东西叫幼蜂 好 就是 蜜蜂的幼虫 那么蜜蜂的幼虫 第一我们的顾客看了会议 而里面有死尸 所以我就把这个拿出来 我们用什么来代替呢 我们用了 养蜂蜂蜂来代替 那么 养蜂蜂呢 本身就是一个很强的抗养化剂 市场上 很多人 单卖养蜂蜂做得很好 所以我们把这个养蜂蜂呢 加进这个抗养蜂蜂第三代 而他到底好不好呢 在接着下来的 两年 这个产品 这个成分 我们卖了27万瓶 大概 应该是不错 就是跟第二代所卖的这个数字相差很远 这个卖了两年 那么两年后 VV又 出抗养了 推出了 本质太白素第四代 第四代跟第三代有什么差别呢 第四代我们加了一个成分 叫做 番茄红素 这一块病 这一块病 这个成分 我已经观察很久 也注意了很久 我已经确定说 哇 的确是一个好成分 我就把它加进 番茄太白素3 就变成4了 好了 那么第四代有没有很好的效果呢 单单靠嘴巴讲 那是不够的 我们单单看 我们看数字 就是 番茄太白素第四呢 我们卖了三年 我们做了三年 三年 总共 我们卖了多少 百家胎盘素4呢 我们做了150万瓶 百家胎盘素4呢 百家胎盘素5 好了 三年前 七周年的时候 我推出 百家胎盘素5 第五代 那么我们加入什么东西呢 我们首先 加入了这个东西叫做铁皮石壶 就是九大仙草 排所谓的 属于中药 包括 我们 把我们的路胎盘素 从20比1 的浓度 变成50比1的浓度 而且它的量还是维持在200mg 它效果就好非常的多 那么我们做了多少呢 我们做了 500万瓶 在过去三年 那么 我这样介绍下来 大概已经有人猜到 V-Way十周年 这个小伙子 到底想要做什么 猜得到吗 猜得到 对了 今天 V-Way 国际 将会推出 百家胎盘素 被留待 我们 在最后一分钟 做了一个非常小的视频 因为 这个是一个秘密 包括我们 很多的总监 都不知道 它是一个 我们产品部门 非常非常认真 非常非常的努力 也就能很长一段时间的一个结果 从第五代的推出开始 我们就在眼前 所以做了一个很短的视频 但是 是一个绿色的 中文字幕 李宗盛 杜下去 就可以倒出来了 那么我今天当然不是要给你们看瓶子 不是要给你们看盒子 因为刚才那个视频你一看就知道 里面一点讯息都没有 没有人懂任何讯息 所以今天很多人 包括我们的总监 我们的同事 包括你们全部在内 今天就是要来谈 到底这个Pudgetah Khan说第六代 有什么改变 第一代到第二代 刚才我已经解释了 第一代到第二代 多两个改变 加多两个成分 第二代到第三代 拿掉一个成分 放一个成分进去 第三到第四代多一个 第五代多一个 再说提高那个 多一点是吧 第六代有什么改变呢 从第一到第五代 都是一两个改变 今天我们来一个一个的看 到底 这个第六代 有多少个改变 而它的改变到底是好还是不好 我们来看 看 首先我们先看后面 这是我们的瓶子 那么这是我们的盒子 因为我们的盒子也是很不错的 因为这变成弯了 也是一瓶六十粒没改变 一瓶六十粒 那么好了 我们来看后面 后面这样可能看不到 后面这样可能看不到 后面发现到那个 ingredient的比较长了 比较高一点了 因为因为十年了它长高了 所以我们要高一点 我们来看第一个改变 我这个谈判说六 40%的extract 变成100比1 这是第一个改变 这是市场上没人可以做到的事情 我们是第一个 不过如果你注意的看 100比1 原本我们是200mg 现在变成100mg 所以说它是100比1浓度 不过 我们的量变少了 也就是说它是一样的 它值得倾注的东西就是 这个东西我们突破了 我们从50比1 变成100比1 为什么我们要这样做 里面有一个非常非常 重要的一个原因 而这个原因也困扰着非常多的 微微人和我们的顾客 为什么我们要这样做呢 因为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 我们的胶囊 就可以变小了 所以我们现在的 是比第五代还小了 比较容易 吃 我吃给你们看 100比1的 这是第一个改变 非常值得庆祝 那小一号 比较适合人 是吧 比较适合人体工学 就是说 有些顾客看到 哇 那么大力 还要我吃四粒 然后给到这边 那不好 好了 这是第一个改变 我先掌声鼓励一下 非常非常 好的改变 非常非常好 第二 的改变 我们这个 60层 BioSoft Gel 这个字 原本叫做 Enteric Coated Capsule 现在我们把它叫做 BioSoft Gel 什么是BioSoft Gel 我们在 浇量里面加多一个新的技术 原本我们有四个技术 四大科技 是吧 这边的人都比我清楚 现在我们又加多一个 生物活性浇量技术 也就是说 这个明胶 这个Gelatine 这个明胶 它本身 就是一个保健品 不要讲里面的ingredient 不要讲成分 单单它的 明胶 它的Gelatine 就是一个保健品 就是能够帮助身体的 它是一个胶原蛋白 非常好 好 所以就是第二个改变 所以我们把它称作为 生物活性胶囊 BioSoft Gel 这是第二个漂亮的东西 来给一点甘愿的掌声 非常值得庆祝的东西 第二个改变 好了第三个改变 虽然 这个胶囊的外层 我们已经是 胶原蛋白了 我们的海洋胶原蛋白 我们又去进步了 以前叫做Marine Collagen 现在叫做Marine Collagen Hactives 生态 海洋胶原蛋白生态 那么海洋胶原蛋白生态 其实海洋胶原蛋白生态 其实海洋胶原蛋白是一个 如果你看它的这个 化学的这个形状 它是全部的这个 胺基酸全部连在一起一串 一密麻麻 那么 它变成生态 就是多多少少把它打散 就是人体比较容易吸收 所以我们今天我要呈现的呢 其实我不是要 我们也不要夸大 我们讲最低 最少 从海洋胶原蛋白 到海洋胶原蛋白 到海洋胶原蛋白生态 它的那种吸收的程度是高很多很多倍 就是说海洋胶原蛋白 到底可以帮助我们什么 就是说你看很多人 吃白鸟 太盘素 越吃 越红润 越吃皮肤越好 有没有 有 就是很多很大的可能性 就是因为这个海洋胶原蛋白 如果是变成海洋胶原蛋白胜胎的话 它的吸收率至少都多十倍 就一样的能量 因为它的吸收率 你可以得到的效果 其实都可以多十倍 所以讲到这里我真的要吃多一粒 第三个改变 已经多过之前的改变了 之前都是一个两个 我们现在已经有三个 第四个改变 我们加入这个东西叫做 苹果多酚 先谈谈一下 什么是多酚 Bolifinol 多酚它本身是一个抗氧化剂 都知道什么是抗氧化剂吗 它能够去除叫自由基的一个物质 而自由基会使到我们人体 有很多很多的疾病 所以很多抗氧化剂 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一个物质 可以帮助我们的健康 甚至预防很多的疾病 所以多酚类 我们讲Bolifinol多酚类 它 就是一种抗氧化剂 非常好的 那么多酚类在什么地方可以找得到呢 很多地方可以找得到 在水果 在蔬菜 在一些豆类 在很多东西可以找得到 多酚类 就是Bolifinol 而在众多的这些Bolifinol里面 水果呢是最受市场的欢迎的 因为水果的水果算是最好的 通常水欢迎的都是都是很好的东西 要不然就不会收欢迎了 那么在这么多的水果里面 有很多很多的报告 很多很多的医学院的报告 里面也公认了 有一个水果是最好的 这个水果是什么 这个水果就叫苹果 为什么 Because an apple a day kips the doctor away 你有没有听过 an million away a day kips the doctor away 有没有 你有没有听过 an million away 没有 只有an apple a day kips the doctor away 对不是啊 不过我在讲的不是这个 我要讲的是 这个苹果多分 是苹果里面的一样东西 而这个东西 非常的浓缩 要很多粒苹果 才可以拿到一点点的苹果多分 所以我们来看看一下 这20mg的 Apple Polyphenol 它到底代表了什么 就是一粒里面 有20mg的 Apple Polyphenol 就是说一粒里面 它有 100粒苹果 就是你吃这个 好像我这样 我有100粒苹果 我刚刚吃了100粒苹果 尤其给我这种不吃苹果的人 我刚刚吃了100粒苹果 天啊 想象一下 哦 哦 我刚刚里面有300粒了 不好意思 傻瓜料了 是开玩笑 300粒 所以平常我们吃4粒 就有400粒苹果 是不是啊 那个功效那一种效果 我相信 因为一个苹果就可以把 就是医生远离我了 我400个苹果 就400个医生哦 远离我 差不多是这样了 所以这个东西的出现 让我做了一个决定 把其中一个成分拿出来 因为它不多 稍少已经有 就是交叉 冲突 就有一点多余了 我就把我们的 五个NG的养杂冲桶 拿出来 我代替这个 Apple Polyphenol BusNG 用100粒苹果来代替 Steady吗 来掌声鼓励 这个四级的改变了 第四个改变了 所以这个现在到目前为止 已经比BusNG还要好了 到现在 我讲到现在 它已经远远的多好过BusNG了 BusNG原本的 都没有什么改变哦 好了 现在我们来看看 第五个改变 这个东西 叫做 Fu Khoidon 东文叫做 贺藻糖椒 有一些外国人 欧美人叫做Fu Khoidon 我们叫做Fu Khoidon 贺藻糖椒 一种藻叻 找了有很多种 有绿藻 蓝藻 螺旋 藻 荷藻 那么 Fu Khoidon 是一种荷藻 里面的一种固质 这个东西我真的 所以我们再去研究 其实今天没有秘密的 你可以自己本身去做搜索 在于这个东西 今天我没有太多的时间 深入的去讲这个东西 因为要讲 我讲到早上就讲不完 单单这个东西 我拿一个东西来讲就好 我拿它的其中一样东西来讲 在讲这个东西之前 我需要先跟大家分享一个字 这个字大家都必须要知道它的意义 它的意思 要不然我讲下去 你听不懂 所以我们先学这个字叫什么 叫做 Apropos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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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有没有听过这个歌词 我跟大家解释一下 在字典里面 Aproposies 是这样解释的 它说 The death of cells which occurs as a normal and control part of an organism growth and build all development 什么意思 Aproposies的中文叫做 细胞掉物 细胞掉物 就是细胞 自己死掉 细胞自己自杀 就是一个生物 它在成长的过程当中 其实它都已经program 在几时 它必须要死 拿几个example给你们看一下 比如说 有没有 你懂蝌蚪吗 青蛙都是蝌蚪变成的 对不对 蝌蚪在成长过程当中 它会慢慢伸出手 它会慢慢伸出脚 那么青蛙有没有尾巴 那么在蝌蚪变成青蛙的过程当中 它的尾巴跑去哪里 它的尾巴死掉 它的尾巴的细胞死掉 而这个过程叫做 Aproposies 一个 人 在她的母亲的子宫里面 从精子跟卵子结合过后 慢慢慢慢慢慢变成人形 原本是鸡蛋形 慢慢变成人形 慢慢手脚开始出来的时候 我们的手是 一出来是不是五只的 不是的 它是突的 就是说它全部是粘在一起的 它是这样粘在一起 中间是没有空位的 那么中间是空位的 这些细胞 它会死掉 我们才会形成手 OK 所以这些细胞 的死亡叫做 Aproposies 它已经被program 它的程序已经 在这个时候 你必须要死 所以明白Aproposies的意思了 叫做细胞凋亡 好了 1996年 日本国立癌症学会 在一个很大的 conference 医学conference里面 讲了一句话 这句话 它讲的快过后 全世界都在关注 这个东西 叫做Fucoidon 每年 在9月的过后 每一年 都有几百到上千的研究 在于Fucoidon 所以这些资料 都非常非常容易拿到 可以去做想看 不过今天我要讲的 只有一句 就是日本国立癌症学会 一个很大的医学院 一个研究所 在那种医学的 conference里面 讲了这句话 非常的重 它说 Fucoidon induces cancer cells to apoptosis 哇 哇 病耶 就是说 它使 癌症细胞 凋亡 没意思 这样啊 也就是说 它的凋亡的意思 有可能在那边开始讲 诶 这样几十 是不是 有了Fucoidon过后 但两年三年的过程当中 它会慢慢的凋亡呢 不是 Fucoidon死 癌细胞凋亡 是在二十四小时里 哇 非常非常多的报告在讲这个东西 都没研究研究研究过 哎呦 这么好的东西 你越研究就越觉得 哇 它不得了啊 所以 我叫谈判数六 有这个Fucoidon 400粒苹果在加速快的 还没有包啊 所以厉害哦 所以来到这里的时候呢 我们这个产品到目前为止 第五代已经是 卖了500万瓶了 几亿几亿几亿的业绩 是不是啊 哪个Greditor 算一下呢 容易 好 现在这个东西 在加到这几样东西 到底它变成什么 你可以想象到吗 那就是Pocius Taipei 那就是Pocius Taipei 现在我还没玩 还没玩 而最后一个通常都是 最重要的 就是在如果你看得到的话 如果你眼睛够sharp的话 在露台树下面有一个东西 这个东西叫做 New Click Reven 你有没有听过New Click Reven 有没有 你不可能听过 你不可能听过 因为这是只有V没有的 是我们跟了很多很多的医学院 跟了很多很多的这些研究所 共同发明出来的一个成分 这个成分将会改变保健品市场 这个成分可以让我们比较理直气壮的 去跟人家分享我们的产品 而不会让人家讲说 哎呦你的产品你overclaim 你讲的太夸大 你讲的都是见证 你的见证都是自己人 这就是我们每天都会遇到的一些批评 不管是真的发生假的发生 人家都有东西比 我今天有了这个东西 我们就有某一些东西可以说 这个产品能够做一些什么 我们可以很肯定 所以我说我们是成年人了现在 已经不是儿戏的东西 所以基本上UK Cleven是什么 他是草莓 你说他是草莓 他不是草莓 他是这个白草莓 有听过白草莓吗 有看过白草莓吗 他也不是白草莓 那么他是什么 他是整株白草莓里面 整株不是那个白草莓 整株白草莓里面 我们用了一个方式 在里面找到一个固子 什么方式 这个方式叫做 Computer Alien Drug Design 这是一个process 这是一个方式 这个方式是拿来做什么的 这个方式是拿来制药的 各位你知道 要制一个药品出来 需要多大的 需要能够在医学界 能够接受这个药 能够抗这个 这个药能够处理这个问题 你知道他们要付出多大的代价吗 要在市场上能够买到的药吗 除了要经过非常繁复的 非常多的测试以外 他们还必须付出很大的代价 平均要制造一个药出来 都要1亿到25亿美金以上 各位 Nuclear Cleveland 就是通过制药的方式 就是通过制药的方式 来发明出来 而我们通过这个 Computer Alien Drug Design 它是一个job discovery process 我们做了926万5250次的Mr.Trump 用不同的角度 用不同的物质 做了900多万次的Mr.Trump Until他可以搞定这个东西 很多人说啊新闻来的 什么来的 这个东西叫做什么 叫做NF Copper B 来跟我讲一次NF Copper B NF Copper B 很准 什么是NF Copper B 它的全名叫做Nuclear Sector Copper Lite Chain Enhancer Activator B 想在跟我讲一次NU 啊不要 太差了 好了什么是NF Copper B 我们人体里面有 是我们人体里面的一个物质 它可以算是蛋白质 也不会算是蛋白质 它是蛋白复合物 是一个种protein complex 这个NF Copper B的责任 它的功效 它的工作 在我们人体里面呢 有很多 非常非常的多 我主要 它是能够 提高免疫系统 它控制免疫系统 好 它控制 我们人体发炎 都知道发炎吗 发炎很多种 有急性有慢性 什么是急性发炎 急性发炎 看着我看着我 急性发炎就是 比如说我感冒 我会发烧 这种是一种发炎 我感冒我喉咙会痛 这是喉咙发炎 这种是属于急性的 我脚踢到东西 啪我脚踢起来 这种是急性发炎 那是好的 就是你身体 遇到一些冲击的时候 你的身体会有一个反应 这个发炎的反应 所以我们今天谈的 不是急性发炎 我今天谈的这个东西 是慢性发炎 而慢性发炎 它不是今天发生的 它是你过往的生活方式 慢慢慢慢累积 累积累积累积 它形成一个疾病 慢性疾病 那么那个是很难医的 是不是 急性的很容易医 不过慢性的 比如说慢性发炎 它就会导致很多 很多的问题 在某一个非常非常 出名的一间医学院里面 再过上一句话 请看 它说 慢性发炎 是多种疾病的元凶 慢性发炎 是多种疾病的元凶 哎呦 这句话重 这句话很重 就是今天 一个会产生癌症 一些关节炎也好 一些痛痛心关节炎也好 一些问题 身体的一些慢性病的问题 它的主要的一个元凶 CALPREATE 元凶 就是慢性发炎 而要能够搞定 这个慢性发炎 在我们身体里面 我们需要依赖 我们身体的这个东西 叫做NF-CUPB 好了 什么是NUCLEAR CLEVENT NUCLEAR CLEVENT NUCLEAR CLEVENT stands for什么 NUCLEAR CLEVENT 就是核心 核子 NUCLEAR 因为它是NF-CUPB 是NUCLEAR FACTOR 所以NUCLEAR就是有关系到NF-CUPB 我们在针对NF-CUPB CLEVENT 什么是CLEVENT 它是拉丁文钥匙的意思 钥匙 NUCLEAR CLEVENT NUCLEAR CLEVENT 就是核心的钥匙 我们把它称作为 中文叫做核心药件 钥匙的药 关键的件 它能做什么 它就好像一只钥匙 可以把NF-CUPB 你锁住的NF-CUPB 这个身体里面 久了成长了过后 它就慢慢不工作了 它能够去 开 开关 它是一把钥匙 这个是一个锁头 那么开关 你还要找ANGER 不是有钥匙就得开锁的 你还要找一个对的ANGER进去 NUCLEAR CLEVENT 就是这个钥匙 就是这个ANGER 那么它能做什么 它能够activate我们的 NF-CUPB 去使它工作 基本上它能够 的意思就是 它能够 抗发痒 那很厉害 因为在保健品这个领域 没有人敢说 没有一个产品感说 它能够治疗 某一样老板 对不对啊 对 那今天的REVA已经不一样了 很多人也会觉得说 这里不是在多吃一举吗 看发现的药 大把吗 在市场上 对不对啊 那可是你认为的 我并不这样认为 为什么 因为我不觉得这些是药啊 有一句话叫做 缝药 三分钟 就有 几分 半分钟 三分吗 七分啊 八分都有啊 我们来看看一下 比较一下我们市场上的一个药 比如说这是一个药 这是在台湾的一个FDA里面 的网站里面 我当中是这样 我塞下来的 这个药 抗发炎药 它能够症痛 它能够解热 主要它能够抗发炎 谁吃这样的药 当你有什么病 医生给你这个药 我们来看一下 看下面 五的关节炎 丰四心关节炎 这些问题 医生就会给你这个药 他给你这个药 就是说这个东西 他能够治理这个东西 是不是啊 所以才叫药 吃药的时候 你要把它补完了 你不要只是读这个地方 我们来看看 这个部分 红色的这个部分 里面第一 他讲什么 如果你吃了抗炎剂 有过敏的人 你不可以吃这个药 就是说吃了这个药 会过敏 是不是啊 我们再来看 No.2 胃溃疡 胃肠道出血的人 会使情况恶化 你要 你要 权衡利益后使用 什么意思 你就要看哦 你发炎 比较严重 还是你肠胃 出血比较严重 如果你的发炎 比较严重 那么你多变哦 你没办法 你肠胃出血 你也要吃了 然后我们再看其中一个 产生肝功能异常 或者胜异常 你不可以吃 就是说吃了过后 会产生肝和胜的 有问题 我们再来看 会偶尔产生你的周围水肿 就是之前有心脏病的 有高血压的 有过敏的人 你要小心哦 吃这个药 我们再看最后一个 就是跟其他的药物 它会有冲撞 就是说 你吃这个药 不小心喝了一点酒 会使你的胃溃疡恶化 然后你吃那些抗凝血的药 会增加胃溃疡 肠胃溃疡肌出血的危险 this is called 药 这个就是药 它解决你这个问题 它制造更多的问题 是不是啊 这不是我讲的 它自己写的 是不是啊 它自己写的 这是他们的 那个被捞来的 我不是自己他们 这是他们做的 这就是为什么 另外有这个 天然的 通过制药的方式来证明它可以的 然后这个东西 所以我们长大了 我们有自己的动作 我们有一些东西我们能够讲的话比较大声一点点 我们比较认真一点 我们付出很大的代价来做到这个东西 要这个东西在我和调台反说六年 我展现给大家 和调台反说 好 OK 差不多了 差不多了 最后我一定要交代一点东西再黑下去 不然我就死了 好 从今天开始 V位没有第五代 第五代将会停止销售 有也不卖了 借也不可以 可以也不可以 也就是说过去你在V位office拿到了第五代 那个是最后的 如果今天有人拿到第五代 我恭喜你 拿到V位最后一盒第五代 我还那个不得了 那也是要正常起来 我知道过去一个月 过去的23天 每个人相信V位 真的非常相信 对 对 因为我在这场月头的高峰会议里面 我有提到 在你们相信V位 而的确看到你们的所作所为 的确 非常非常地相信V位 在夜中 不要说到今天 不得了 那是不得太快速度 对不对 对 我想要贡献 你知道吗 尤其是十周年 你怎样了不起也是一顺是不是 有三种人现在 坐在这边有三种人 会影响到三种人 第一种就是 当然五月份的我就 没办法方面 六月份的 从一号开始的这些 一号到 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 还能讲 我又很激张等一下 我又很激张等一下 大家谢谢大家谢谢 掌声约到约现实 一号到大会之前的 在大会之前的 有两种人 一种就是买了 拿到货了 第二种是 买了 还没拿过 不一样 没有买的 我们就不要讲了 没有买的 可能你今天买是吧 ok好 这两种人 那么另外一种人就是 第三种人就是 今天开始了 对不对 我就针对这三种人 来谈 既然 Bway已经不卖 Burge 开盘速度了 就算你之前买了 我们也没有第五代给你 所以第一种人我们来分析一下 第一种人就是你买了 一号到二十二号 二十三号今天 你买了 你拿到货了 第一种人是 拿到第五代了吗 我公司就当你没有拿过第五代 就是你买了 你还没拿过 不小心你在VV门口看到Burge 第五代你拿了 公司不知道你拿了 公司不知道你拿了 公司给你第六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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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恭喜你们 恭喜你们 当然你不要感谢我 现在还没有继续讲好消息之前 我先讲一个坏消息先 做过Reware的人 就应该很清楚 我们两三年换一代 产品的量 产品的东西 我们的速度 改变的速度 我两个星期前 还在改变这个产品 两个星期前 我们现在是完全 不但没有第五代 也没有第六代 我有些人真的不能接受的 有些人笑 我有些人真的是不能接受的 我也 无能为力 我也只能跟你讲 它是一个过渡期 任何问题 任何难题 任何东西来 你可以看到好的一面 你可以看到坏的一面 你可以说公司不够竞争力 公司每次做这种事情 每次犯这种错误 你可以埋怨申诉 不过你也可以从中 看到机会 因为我知道有的人 因为这样的情况 他会把它给成机会 而让他的业绩背着 因为如果我是你 我就会这样做 我会整天埋怨申诉指责别人 无论如何 的的确确确是没我 那么过几时来 到目前为止 没有一个人 敢承诺 如果幸运是白人 如果这里幸运一点点 欺灭有一点 不过现在 我们肯定是没有 等下我会给某一些人 我吃剩的 没有看完想 你放心做到